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四大化城咖啡 爱惜独弱人后 英哥在地企业四大化城股份有限公司 力挺消防人员执勤救灾任务的辛劳 特别提供一面床、枕头及抒压垫等民生物资 捐给消防弟兄 让他们睡得好、养精蓄锐、执勤时全力投入 保障更多市民安全 四大化城董事长王维宽送上特别的礼物 第五救灾救护大队大队长 正向晃吉英哥区长等人见证捐赠仪式 感谢说有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些好的产品跟技术来回馈 让我们的这些大伙的这些辛苦的弟兄们 还有很好的睡眠 那有很好的睡眠才能够让自己有精神 有更好的专注力来去做好更好的服务 那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跟我们的市民的安全这样子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我们的好的一些能力 能够可以帮助这个社会安定跟这些健康的提升 另外四大化城曾捐赠电极器专用贴片及易免诊 多年来慷慨赞助让消防人员很感兴 英哥区长市民会表示 四大化城公司产品是饭店指名使用产品 捐赠给消防弟兄让睡眠品质更好 知情时有足够的体力 四大化城在地方上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工艺 记得在前一些时候也特别捐赠了 我们新北市政府的那个易免床 希望在第一个时间在收容所 能让我们的受灾的民众 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舒适的一个品质 那他的床也可以说是 在我们的各大饭店企业都指名来使用 一般的人使用以外 他第一个时间就会想到 给我们的弟兄伙伴还有我们灾民收容所的伙伴来使用 这边代表真的非常感谢 王董事长他有感我们消防队员 随时都要救灾 那要出勤去做救护的一个工作 所以在睡眠的品质上可能不是很好 那刚好他本身在做这样易棉店易棉床 所以他就捐赠了给我们消防同仁 那据了解在之前他也 每个同仁都有捐一颗这个易棉枕 同仁觉得说这个有帮助他的一个睡眠品质 那可以增加这个体力跟活力 所以这个还是感谢我们 这个王董事长的一个捐赠 世大化成经营事业有成 并散尽社会责任 关心消防弟兄捐赠舒适请趣 为他们执行任务给了最实在的礼物 记者曾定家英哥报导